通常以前的人都是阿公去 我們那個漢人都是男人出去工作 女人 那不是母系社會 所以大部分都是大部分造型 女人在家裡做一些比較細微 比較細膩的工作 那這個公生素 其實那時候阿公種的時候不是阿公 是當我們種下去 一直要等到現在阿公的年齡 60年以後 你才知道他是公的母的 牠會變性嗎 不是 因為牠是雌雄不同株 牠有公的有母的 那牠60年才會長果實 所以60年以後你才發現 啊 怎麼整個牌都是工的 都沒有果實 那其實牠長出來的果實叫白果 那個吃多了會圍毒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那個有時候吃流水蟹 我們吃到一道那個 那個 叫做常年菜的梗 裡面都會放一些幾顆的 像我母子這麼大的 那個白果 就是牠 牠不是捨不得給大家吃喔 因為一桌大概十個人 大概一個人吃個兩粒三粒 還好 你吃多了會中毒 來 往上了